请问今天的历史题目是什么 征伐乌环 晋安十年 西元二零五年 曹操的大军啊 听从了郭家的建议 逼向乌环 巡优和巡域出指党 他们说 郭家 你这个评论太冒险了吧 万一刘表攻击我们怎么办 郭家拍案而起 他说 徐玉徐优 你们太胆小了 你想想看 刘表这么胆小 曾经被我们攻击过 但是呢 他们啊 只是 不会还手的柔弱 柔弱女子而已 我们去攻击他 攻击袁上和袁西 可以扼杀他们复国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 攻击刘表的话 刘表是迟早要被灭的 但是万一袁上和袁西 这两个家伙 一起来复国的话 我们就完了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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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说完郭家又渴了一些送 成玉说 万一刘表 听从刘备的建议 来攻击我们许都呢 这个郭佳就说 刘表 他优柔果断 但是呢又喜欢 假装成老奸巨华 简直就是一个 外柔而内不断的家伙 他这个家伙 很好对付的 他最看不惯别人的地位比他高 然后呢又在那里 嚣张嚣张 他就会派出杀手 把那个人给杀了 所以我们大可不 我们大可不必担心 刘备会 会告诉刘表 可以攻击我们许都 说完了 郭佳又咳了一些瘦 曹操就说 郭佳说得有理 好 去 乌 还 吧 冲啊 一下子 大家往乌环开了过去 这时候 到了乌环 到了幽州和乌环的边界 西元205年 现在还是西元205年 这个 他就 这个 曹操的某士们就说 我们还是回去吧 国家说 都已经到了这里了 我们如果这样子回去的话 对得起我们死去的战友吗 对得起以前牺牲的人吗 对得起 以前你们 把你们的仇人吗 对得起你们的仇人 对不对 对得起你们的仇人 就是对不起自己的国家 对不对得起国家 对不对得起人民 对不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啊 国家说 国家说 我们可以 用水路来应量 陆路来进军 哈 用水路 我们可以自己来挖啊 你以为这几十万的曹军是工程师啊 干脆我们改行叫做 曹操 曹操牌工程好了 只是暂时变成工程师而已 又不是叫你们永远都要去工程 地方工程 陆雨就说 那我们要挖多久啊 挖多长 国家说 大概 挖到屋环就可以停止了 这 你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我的建议很好吧 嗯 国家 国奉孝说的很有道理啊 好 就按你的计策行事 嗯 国家 他呢 兼工 但是因为啊 曹操 因为啊 等不及了 所以还没有挖到屋环的水路啊 他就叫 大军开进 杀 两条曲钩 用船来运输 两屎草 陆路啊 就用大军开过去 杀 杀 但是 还没挖到屋环呢 所以呢 到了半路的异县 水路就没了 啊啊 曹操说 怎么这么慢啊 他们 不是他慢 是因为 你太着急了 国家就说 哦 我想 我想 几个月之后我就要挂了 国家说 曹操说 你要挂了 那我怎么办 你要先攻击无缓呢 怎么攻 我认识一个道人 他叫做田仇 嗯 嗯 曹操 承识了一会儿 他就说 田仇这个人怎么样啊 国家说 你也 哎 算了 田仇这个人 他是个地理学家 非常受到原响他们的重视 但是原响请他 他都不出事 说完 国家感觉起来苍老了许多 他就说 大人啊 我看你快点找到他比较好 否则我就快要挂了 我挂了之后 你可能就会 你的信心可能就会动摇 好 果然啊 田仇就在 就在附近 国家 画了地图之后呢 曹操沿着地图去找 终于找到了田仇的住家 田仇啊 很乐意帮曹操去 去带路 乌环的战役到底会怎么样呢 请见下回分享 这下回答